国内旅游节目介绍彰化彩色弹 看艺人吃得安心玩得开心 不少民众也跟着驱车前往 但没想到抵达目的地 眼前这告示牌 让他们全傻了 上头清除写上生产种地 游客误入 龟胎也放着机只不能参观 游客只问机体声却看不到机 这下都火大了 直接到网站留下 以心急负评 老板不得不跳出来喊冤 就灌爆农场 就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不是我们不给你看 是政府不让你们看 不是群有感 是洞斩法 是洞斩法 刮家的法二十五万 吃豆瓶才六万而已 老板百般无奈 原来都是因为这两年前 通过的洞斩法 而这法律起源就是他 天马牧场的河马阿和 当时阿和跳车重摔 事后人不至身亡 展演动物相关福利问题 也因此浮上台面 2018年5月22日立法院三读通过 洞斩法实施 导致现在不少开放动物互动的农牧场 几乎都经营不下去 为什么一个农场可以看蜜蜂的 看鱼的 看一下动物都不行呢 因为这个不是什么稀有动物 就是一般的鸡 就是我们天天看得到的鸡啊 为什么鸡不能看 我们现在都不能看鸡啊 所以我们门口啊 我们都有贴啊 只能够做DIY啊 现在鸡都不能看 所以我们的网站都被灌爆啊 都骂死了啊 老板为了继续经营 不得不规划更多DIY或是展示品 但碰上这问题的 不止这家农场还有这边 游客过去到这不外乎 可以为马骑马体验 但现在里头仅剩下 三四只小马吃草奔驰 老板感叹也是因为动展法 让他们无法让动物与游客互动 马的部分就暂停嘛 所以我们就推广其他劳动 就是一些户外交协 老板坦言只有这些 比较静态的DIY 难吸引客人上门 近日已经向动房所提出申请 里面有一个内文 就是规定你各牧场 一定要配合所谓的 协伴受医 如果说有生病的话 有受医来去处理这个 后续的问题 我们法令通过后 我们有把数量会提高 我们已经有再提高 对此 动房所表示 动展法的用意是保护动物福利 你这个动物有在表演展示跟与人互动 就会符合这个展演动物管理办法 那你如果符合的话就要来申请许可 如果没有申请许可的话 可能就会受到这个采访 那一般卫视的话 站在动物的立场 我们也不希望说有民众去卫视 目前我们在华县申请通过的有四家 那我们也希望说你如果想要做展演动物这方面的工作的话 可以尽数跟我们动物环境手来联系 那我们会派员来跟你们做补导 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展演动物方面可以有序经营这样 很多被展演的动物 他们的寿命其实是非常长的 譬如说以金刚鹦鹉来说的话 他们的大型的鹦鹉 他们的寿命可以到80到100年 或者是以象龟来说 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型的哺乳类 他们的寿命也都是十几年这样子 所以符合他们的动物行性 是关乎到动物福利这个问题 就怕阿和的悲剧再度上演 政府只好介入立法 希望业者善待动物 游客到此也能玩得安心又尽兴 地方中心 彰化报道